收押高鴻安 新主事長高鴻安被資冊會指控 論文涉嫌抄襲 首度到北院出庭 但這回沒有名車接送 而是改搭計程車 白襯衫 灰西裝褲 加上低馬尾 不僅服裝樸素簡約 高鴻安姿態放低 這回沒有請假 因為再不來可能將被拘提 很感謝說法官 其實在事前就將雙方的一些 相關的書狀 都非常仔細的看過 停後受訪開口就向法官道謝 但對比進一個月前 涉詐助理費被起訴 從整個偵查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已經是 台灣史上偵查不高開 最典型的一個笑話 強硬槓上檢方態度 判若兩人 高鴻安官司沉申 除了審理中的論文案 和助理費案 最近爭議連環報 被新竹市議員告發 名車接送到豪宅 涉嫌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又被前新竹市文化局長 錢康明爆料 疑似濫用人事權力 以及好朋友幹證 市府標案等涉嫌 土利罪 若查證屬實 未來恐怕還有至少三罪 等著他 新竹市跟新竹縣政府 我跟楊文科縣長 我們已經打成共識 就是在今年 我們其實不會辦跨年的活動 所以更沒有所謂的外界 外人可以去干涉 或者喬事情的空間 大家應該比較關心的是 總統候選人的政見 或者是一些真正影響到非常大眾的 巨大的利益的一些事件 包含像是最近爆出來的一些 像超市的蛋的問題 處理事情之前 也許處理人的心情是更加的重要 那我自己也在這一段時間 經歷過這些事情之後 我也虛心的檢討 面對爭議高桓安回答 卻又被質疑轉移焦點 讓外界繼續物理看花 三十年 簡漢明正常的 許雙語 SK小組台北倡報導